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影频道和武汉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两地书》 我是陈铭 一份饱含电影人情感的信件 写给每一位在疫情期间贡献力量的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乐观 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疫情抗击中 各行各业 不论男女老少都投入到了这场大考当中 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江苏省苏州市某企业经理李深 大年初二从微信群中得知口罩工厂正在招募志愿者 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了 工厂里汇集了一百多个互不相识的人 每天当他们看着二十万个口罩出场 送往抗议一线的时候 大家都会抬起头彼此笑一笑 湖北省力川市菜农秦师傅 大年初三 天没亮就出发了 在寒风里骑了四十公里的电动车 由于不会用导航 他只能一路走一路问 直到下午五点半 把二十四箱新鲜的蔬菜送到了原住湖北医护队入住的酒店 搬菜的时候 他憨厚地笑着说 菜不好看 好吃 河南省洛阳市某家居厂老板袁晓宁 大年初五接到一笔医疗贵的订单 价值二十万 当看到订单来自火神山医院的时候 他立马回复 不用了 我们免费捐赠 由于自家的储备不足 袁晓宁还把消息发到了当地的家居协会微信群 最后 集十四家企业之力 一夜之间完成了订单 看到设备齐全的火神山医院 开始投入使用迎接病患 他也笑了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广大青年学子们 纷纷响应号召 主动报名参与到全国各地的抗疫阻击站中 有负责对入院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的 有协助搬运一线抗疫物资的 虽然这些事情和他们自己的专业没有关系 但他们如释重负的笑 每一份力的凝聚就是必胜的信心 同样 头顶金色盾牌的武汉市人民警察 也奋战在疫情守护站当中 截止到2020年2月17号 武汉市共济出动警力3.9万人次 公安民警 辅警 驻守医院维持就诊秩序 协助转运送知病人 全力确保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 他们累着累着还是笑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14亿中华儿女的一份子 他们面临大考 他们乐观向上 他们相信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这次感官 今天的独情人 是一位经常给大家带来笑声的人 我们由衷地希望 所有人都能够面带微笑 迎接春暖化开 有请演员于谦 我是于谦 一个演员 一个希望用笑声治愈疲惫的人 我去武汉还说过几回相声 不过最近几天 我抖不出什么包袱和笑料 武汉抗疫前线的新闻 让我时时捏了一把汗 揪着一颗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大考 我也演过老师 我太知道高考意味着什么 不过听我的句 疫情这场大考 不会是绊脚石 相反 它会成为你一生中 一段最特别的行李 在过去这一个月里 我认识了与生命赛跑的医务工作人员 舍小家为大家的基层民警 创造中国速度的建筑工人 无私赋予不求回报的志愿者 昼夜奔波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 用镜头记录抗疫之路的媒体工作者 挺身而出的九龄后 虽然未曾谋面 相隔上千里 但感觉你们就在身边 亲切 温暖 又熟悉 我想这些信件 是一份温暖的鼓励 更是一份坚定的力量 为医生和病患们 缓解疾病 带来的心理压力 提振战胜病魔的信心 和精神动力 我作为半个电影人 真的是由衷欣慰 这也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 二月是一年中最短的孤狱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 这一个月却又有点漫长 钟丹山医院士说 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这次你的隐忍和承担 再次令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攻入 疫情虽然没有结束 但我们相信 希望在手中 只短情长 今天这一封信 写给所有的武汉人 我们一直会坚定地站在你身后 一同蓄力 一同期许 共克时间 扬帆起发 我们一起向着武汉的方向 在春天光明 此致 敬礼 于谦 2021 春 春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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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 春天见 春天 月 春天 月 мен rafi 春天 看不见听不见你的我